大家好,7月6日乌克兰真理报报道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坚当天在军方的一次会议上 听取了乌克兰武装力量总司令 扎炉日内关于符合征兵条件的男性公民 离开其居住地必须获得领土征兵中心许可的报告 并指示总参部取消该规定 7月5日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部宣布 在战时状态下禁止符合征兵条件的男性公民 在未经当地征兵中心许可的情况下离开居住地 现在泽连斯已经下令乌克兰武装部队开始向女性征兵 征兵年龄从18岁到60岁 也就是18岁到60岁女性都能参军 那么现在来看乌克兰兵员确实紧张 实际上在乌克兰的卡尔巴千山 一拜卡尔巴千山也就是在匈牙利边境的一带 乌克兰的女性为了不让自己的丈夫儿子参军 围攻乌军的征兵办公室 实际上乌克兰当地的媒体报道 外卡尔巴千山一个定居点 大量的妻子和母亲抗议军事登记办公室 征兵服战向自己的丈夫和儿子发出征兵船票 你领到船票你得去当兵 到哪当兵到乌冬地区啊 你从乌克兰西部从匈牙利对吧 匈牙利边境乌克兰匈牙利边境 你得到俄罗斯这儿到俄罗斯边境到乌冬地区 到顿涅斯克卢干斯克去作战 当地的妇女是吧 儿子丈夫到乌冬作战一去不回啊 有的就变成炮灰了 所以围攻征兵办公室 最后呢 征兵办公室不得不去召唤警察 英国首相约翰逊昨天宣布辞职 那辞职以后呢 英国首相约翰逊首先打电话给基辅 给泽连斯基 与泽连斯基进行了电话沟通 再次向泽连斯基保证英国将支持乌克兰 但是呢 乌克兰方面的心态已经发生了变化 所以呢 英国方面的保证 我觉得乌克兰也不会完全相信 那么英国首相约翰逊的辞职呢 俄罗斯塔斯社报道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当天评论 英国首相约翰逊辞职 说约翰逊先生很不喜欢我们 我们对他也一样 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瓦他评论啊 英国首相约翰逊辞职将是该国导致最深重的危机 目前发生的事将会使英国陷入 半分裂 这非常令人担心 英国首相辞职举表明一个显著的事实 即实行自由主义制度的国家 正在处于政治意识形态和经济危机中 另外呢 俄联邦安全会议副主席梅德维杰夫 在社交媒体上他评论啊 乌克兰最好的朋友们就要离开了 胜利岌岌可危 第一个人走了 这是英国傲慢和平庸政治的合理结果 尤其是在国际舞台上 我们等着来自德国 波兰 波罗的海国家的消息 实际上呢 乌克兰现在国内啊 他出现了兵源紧缺啊 因为现在乌克兰能征召的 士林的青年啊 已经到了军队 一部分在乌冬作战 另一部分呢 实际上在奥德萨 在南部 在北部 在白鲁斯边境 都已经参军了 但是随着战争的进行呢 大量的人员消耗 乌克兰西 希望补充新的兵源 那这个预备役 大量的兵源从哪来呢 从女性而来 但是乌克兰呢 实际上他的人口也是负增长 就士林的青壮年 人口有限 大量是什么 是老年人 那老年人中啊 这个男性争走以后 剩下就是什么女性 那现在又要征召 征召这个士林的青年女性 先征召青年的 真的啊 等60岁也上战场的时候 那就真的 乌克兰就没有人了 连60岁老妇人 都已经上战场了 乌克兰那国家真的完蛋了 所以现在开始征召年轻的女性 实际上乌克兰之前呢 他人口已经负增长 大量的人口呢 生的女性要多于男性 因为乌克兰呢 他这个生育 女性比例要高于男性 男性本身是少数 因为这个战争的进行 预备意义需要扩大 那么就需要征召现役的 这些女性 适临的女性加入的军队 但实际上呢 女性的加入啊 我觉得对整个乌克兰 他整个作战能力 反而是一种下降 因为现在俄罗斯媒体也分析啊 在战场上 在战场上 实际上女性的生存几率很低的 这不光是生理啊 心理上的问题 你包括你这个培训 人员培训 你培训女性和培训男性是不一样的 所以现在看呢 我觉得乌克兰真的面临到危急了 你从征召女性这个情况来看 真的面临危急 另外乌克兰的武器装备也不足 只给他一些AK啊 只给他一些这个卡拉什尼科夫 没有用的 需要重装备 但是乌克兰自己的国内 生产重型装备的所有的工厂 被俄军全部摧毁了 这些女性还得操作什么 操作西方援助的 少的可怜的那些现代化装备 实际上这些女性的手里拿着这个卡拉什尼科夫 就去当炮灰了 会很悲惨 所以有大量的女性现在也正在逃往国外 乌克兰下一步很有可能修法 禁止女性离开乌克兰前往国外 现在女性是可以自己自由离开的 现在国外的乌克兰女性 应该总数超过300万 超过300万女性 实际上乌克兰国内女性也在流失 所以你看乌克兰整个一个国内的情况是非常复杂 另外呢 对整个战争这种动员 我觉得已经到了最后关头 所以你看英国方面现在也减少对乌克兰的支持 虽然口头上表示还会支持你 但实际上约翰逊他自己的位置都没了 下一任首相 为了大选到底还会不会支持乌克兰 很难说 很简单 支持乌克兰 英国人的福利要下降 英国人福利下降 英国人选民干不干 你把钱都给乌克兰了 那我们怎么办 英国人很会算这笔账的 他当年脱欧不也是吗 算这笔账 我们不能拿我们英国人的钱去补贴欧洲这些穷国 所以我们脱欧 那现在英国选民也一样 所以后来的英国首相 他会在乌克兰问题上有一个平衡 这是基辅现在最担心 一方面人不够 一方面的外国援助 最积极的英国现在打了退堂鼓 首相被连窝端了 整个的这个班子啊 50多人辞职 英国首相约翰逊完蛋了 那你包括后面那些国家呢 法国 德国对待乌克兰态度不积极啊 乌克兰不有一个漫画吗 一个蜗牛上面托了一个子弹 德国上面写着德国 用归宿啊 比归宿还慢 蜗牛只给你一颗子弹 你看德国对乌克兰 他这个军事援助是有限的 所以我说呢 乌克兰战场实际上出现一个新的转折 约翰逊的下台会对整个乌克兰战局 产生一个重大影响 在我看来呢 实际上乌克兰战争已经出现了一个新的一个拐点 那么现在乌克兰开始征召女性啊 18到60岁 能征召的人数 我觉得是非常有限的 大量的女性实际已经出国了 跑到波兰去了 女性出国 现在到波兰是不需要签证的 直接拿着护照就走了 而且乌克兰现在没有法律规定 不让女性出国 禁止男性离开居住地 不允许出国 但是现在这个禁令也被泽连斯基取消了 很多大量男性实际上跑到外地去了 你找不到这个人 他也不愿意回家 回家就会收到传票 你像这个卡尔巴尖山 对吧 那当地妇女围攻征兵办公室 你干嘛给我儿子 给我丈夫传票 那他们走了 我拿什么收入啊 男性都走了 我们收入呢 我们女性靠什么收入啊 不希望自己的丈夫 自己的儿子离开自己 所以看当地征兵办公室被围攻 这关系你理解 另外一点呢 乌克兰呢 征召本国公民啊 加入军队 但是有个问题 就民族构成 乌克兰呢 他的民族里边啊 有俄罗斯族 有俄罗斯族人 这些俄罗斯族人 愿不愿意加入乌克兰军队 这些俄罗斯人 如果加入到乌克兰预备役 会不会对乌克兰 他的军队安全构成威胁 就这些俄族人拿到武器 他到底听不听你乌克兰人的命令 乌克兰军队自己也在想 而且这个比例不低啊 现在有些地区 接近50%都是俄族人 你怎么征召 你征召这些俄族人 有一半是吧 是俄罗斯族 一半乌克兰族 会不会发生冲突 那和俄军作战 和乌东地区也是俄族人作战 会不会有这个民族矛盾 这次乌克兰 乌克兰他征召这些预备役 现在说是上百万 但是我看这个其实很复杂的 他能征召的 本民族的乌克兰族的 人数有限 因为很多俄族人 包括乌克兰族人 他不愿意参战 即使参战了 内部很有可能会出现间谍 有一些俄族人 对吧 他可能通风报信 所以这个战斗力也有问题 这些预备役人员 实际上大量的到乌东地区作战 你从这次卢干斯克 这个作战一看 一触即溃 他没有核心 一触即溃 看到俄军来了 马上打两枪就跑了 外国公军写的 推特上面写的非常清楚 以为自己在和乌克兰作战 实际上是什么 自己一个人在战斗 以为这些乌克兰会跟着自己 肩并肩一起作战 结果回头一看全跑了 就剩自己 就剩自己就爆灰了 美国士兵自己写的 他幸免于难活下来了 回来以后告诉外国人 不要来乌克兰 你跟乌克兰作战 就是在玩 乌克兰有两个解决渠道 一个是征召外国共军 让外国共军 特别是西方共军进来 这些人有作战经验 特别是有一些在中东地区的 便宜好用 这些人常年打仗 到那个地区 马上能把攻势构筑起来 防御攻势 敌人进攻也很难 特别城市巷战 包括在阿拉伯 在叙利亚 在中东 在伊拉克 经常这种巷战 他非常知道 怎么进行这种防御 这些共军 常年作战 他建这个战场环境 他不慌 心理素质 这些人大量的紧进 可以解决乌克兰问题 但这个人大量引进 有一个问题 乌克兰 他自己本身财力匮乏 另一方面 这些人进来以后 对乌克兰国内治安 对乌克兰国内政治 也会产生影响 你少量的几千人进来 可以 大量的话 乌克兰是承受不起这个代价 第二一个方面 实际上就是乌克兰自己培养 自己训练 由外国的教官培养训练 但是你看俄罗斯不断报道 摧毁了某某某训练基地 摧毁了外国雇佣军营地 摧毁了对吧 美国和英国在乌克兰的培训 训练中心 什么意思 就你想训练 你还得训练 把你教官直接摧毁 把你基地直接摧毁 你想培训这些人员 没有基地 没有训练场地 这是现在乌克兰最大的问题 所以你看这场俄乌战争 你可以看到 乌克兰拥有这些作战经验 这些老兵成为了一个重要的资产 但是这些资产不断对俄罗斯正在消耗 不断在消耗 所以你看为什么利息昌斯克 俄军只要进攻利息昌斯克 将利息昌斯克有包围的态势 乌军马上就撤退 28号就下令撤退了 为什么 因为他就担心自己的有生力量 被俄军全歼 我宁肯放弃利息昌斯克 我放弃一个城市 我要让这些老兵活着 这些人活着 人活着 我乌克兰才有资产 才有未来东山再起的希望 我放弃利息昌斯克 所以你看俄军也了解了乌军这个想法 经常切断他的补给通道 把他围起来 围起以后 这些乌军给他留个口子 这些乌军 接到上面命令 放弃城市 我要人活着 那么就跑了 城市解放 就这个战法 因为乌克兰知道自己的人一旦没了 那乌军真的什么希望都没了 就这些能打仗 有作战经验的老兵 所以从这点上看 战争打的是什么 第一打的是后勤 第二打就是人 什么人 有战争经验 有作战经验的人 人才最重要 那今天就讲这些 实际上大家能看懂 俄罗斯一直在消耗乌克兰的有胜力量 包括你的后勤 包括你的培训中心 一直在摧毁 让你有限的这些 有作战经验的乌军人数 在逐渐下降 所以我说 随着时间的推移 乌克兰它的战斗力会越来越弱 俄罗斯会在乌克兰战场 逐渐形成优势 你要看懂这个趋势 你看什么要看趋势 今天这节目就告诉你 俄乌战争